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都沒有做這個節目一段時間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你好大家好 是啊袁醫生有一段時間沒有見你 好想有些東西問一問你 最近越來越多人 似乎很多病 尤其那些感冒等等 早排 其實我在想 為什麼我們經常病 有些人其實已經告訴我 他吃很多健康食品 喝水又很注重 其實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我們可以注意的呢 一般人一想到病 很明顯都會想到有沒有病毒 什麼N7 H7N9 是啊 有些人叫我問你 可以說一下流感 沒錯 一般現代的所謂西方的醫療 我叫對抗性醫療 準確一點應該叫對抗症醫療 不是叫西醫 因為講西醫 其實西方醫療有很多種醫療方法 包括有250年歷史的同學療法 同學療法是源自德國的 所以屬於西方醫療來的 骨神經科 其實都是源自美國的 D.D.Harmor 100年前的一種醫療的系統 自然醫療 自然醫療其實都是一種西方的醫療來的 所以很多人經常想著西醫 其實是一種錯的 如果人經常問我 我是不是西醫 很多人經常問我 其實看你什麼意思 如果你說我的醫療 是否西方醫療 我所有基本的 脊骨神經科 痛慮療法 自然療法 除了中醫之外 其實我四科的專業背景裡 三科都是屬於西方醫療 但是如果我說我是西醫的時候 一般人就會誤解 因為一般人以為我們用西藥 用抗生素 用開刀 這些醫生 我就不是那類的 所以大家都應該要了解一下 其實醫療是很多方面的 不只是西醫中醫這麼簡單的 而所謂西醫 其實我們節目所講的 自然療法院理 那個寧丹妙藥的同學療法 其實全部都是西醫來的 是西方的醫療來的 好了 那你說什麼導致病呢 因為一般人的意識 因為一般人都是受 所謂對抗性醫療的西醫的影響 那他們病因是什麼呢 就是細菌 病毒襲擊你 那還有呢 就可能化學藥物過多或者多少 就是荷爾蒙哥 荷爾蒙小 那就是一般的西醫 對抗性醫療的西醫 都認為你的病因就是這個 不知道的 他們還會問 我已經喝了很多水 吃了一些健康的東西 或者我有做運動了 那他們就會想我問一問你 他們說 你可不可以問完醫生 是不是菌很毒呢 現在 所以 所以 需要去打針嗎 是的 所以 因為這就是大家的不同的地方 自然醫療的病因 和那個 的理念 和那個 對抗性醫療的病因 是很不同的 那好了 在自然醫療的角度 我們什麼導致我們病 因為這個情況 我差不多現在 每一個新的病人來 我都跟他解釋 大家花五分鐘的時間 將很多的基本的概念 和他先分享 嗯 因為很多人 之所以病是醫不好 經常搞來搞去 越搞越我 因為連基本的健康概念 他都不明白 是錯的 即是不止水和食物 這麼簡單 沒錯 所以是導致他們 那個身體問題 越搞越我 搞極都搞不好 所以在我現在的處理病人 我都會抽出大概五分鐘時間 將基本的概念 重新和他檢討一次 高呼一各樣 那我一開始就說了 即是你知不知道 什麼是導致疾病的原因 即是什麼引發我們的病 如果你問我 我就一定說是病由心生 病由心生 是的 這個很對的 即是你自己所做的工作 你都體驗到 其實很多時候 最主要導致病的原因 No.1 就是消極的意念 即是你剛才所說的 病由心生 消極的意念 消極意念很闊的 沒錯 這個就是第一 竟然是第一 第二就是疫苗 疫苗注射 哇排第二 接下來我會 北九的將來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疫苗的禍害 因為最近香港 你以前也有主作 即是說疫苗 大家可以買來看 這本資料 其實中文書 只是周遲良博士那本 十幾年前 周遲良博士 在我們診所裏面 十幾本書裏面的資料 他就撿了這本中文書 到目前為止 講疫苗的問題 還是只有周遲良那本中文書 但英文書 多到非常非常多 我相信 如果你真的去找 幾十本起碼 我見六創意都有 很多 在六創意有很多 這方面的資料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當然我會下一 我會很詳細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最近有很多傳媒 跟我訪問 關於疫苗的 原來最近香港發生一件事 有一個小朋友 五歲的小朋友 她是有自閉症 她是有自閉症 她在家裡無法處理 把她遺棄到街上 引起人們開始留意 自閉症這個問題 然後有一位知名的女生 她在傳媒中說 據她所知道 有些醫學博士都提及 其實自閉症的成因 是跟我們的疫苗注射有關 當然在香港人來說 好像很均動 在我們來說 這些資料 我們老了幾十億 很清晰 很明白真正的疫苗注射 是一個罪魁禍首 說到滾瓜爛熟 沒錯 原來那個疫苗 引發的病 不只是那個自閉症那麼簡單 現在我們很多小朋友的敏感 很多方面的敏感 敲喘 情緒的問題 學習能力問題 原來在美國的統計 有些地方 差不多有百分之十五個學生 是有學習智障的 我們成人都見到 厭食症、狂食症 現在很多宅男宅女 很多小朋友 是社會的社交融合 或者在行為上面 有反暴力的行為 攻擊性的行為 以及自殘的行為 原來其實這個資料 我這本書 我稍後有詳盡 將這本書 和大家分享 在1990年已經出了 其實我已經知道了 其實很多很多 我們的人的病 甚至乎乘現人的病 都是和我們的疫苗 是過去做出來的 所以疫苗是第二大致病的原因 第二大 第三大就是抗生素 抗生素可以這樣說 現在的今時今日的 對抗性醫療的西醫 其實什麼都用抗生素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時候雙風感冒 他都用抗生素 明知抗生素 只是對病毒是無效的 為什麼他都用呢 因為其實他對病毒有效的藥 所謂突敏覆那些 其實很皮毛 尼巴偉林是很殺傷力很強的 鋁固醇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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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是消炎的 不是對付病毒的 對不對 其實呢 在西方的對抗性醫療的 醫療工具裡面 他除了抗生素可以 所謂殺細菌 但對於我們的立場來說 細菌不是致病的 所以其實都是浪費的 用抗生素去對付 其實很多病是 所謂的細菌致病 有關或者有關聯的 共存的細菌 都因為抗生素濫用 導致很多超抗菌的疾病出現 所以抗生素是西醫的濫用藥物 代表 這是第三個病因 第四個病因 我們身體吃得太多酸性飲食 例如菊類的食物 我們吃飯、麵、白麵粉 糖粉、肉類過多 這些全都是傾向於酸性食物 最近我們在《自然力法院》裡 我們說了好像六輯 五輯、六輯 六輯是說酸鹹性食物 這個可以這樣說 大家一遇到食物 想了解食物的致病因素 就去聽說 六個小時的節目 還有還有兩個小時 是說九種有問題的食物 如果大家在那邊 花時間 記錄資料去做 其實很多病都可以解決 因為這是第四個病因 第五個病因 就是我們的重金屬 鹽和補牙用的水銀 知道鹽是甚麼情況 以前很多 以前的漆油 都是有鹽的成份 我們補牙的用料 其實一直都是用很多水銀 我們知道水銀是一種劇毒 全世界最毒的物質是水銀 我們把它用來擠在我們口腔裡 讓我們每天都含它 咬它、咬它 當然他們說 我們這個水銀是一種合金的水銀 不是真的水銀 所以很穩定的 但是現在在外國 很多很多醫生 很多很多牙醫 很多醫學家 都證實了 這些水銀 是真的會走入我們身體 是會造成身體的傷害 這是我們很多資料 我們將來下一步 我們都會再跟大家分享 例如要補牙的聽眾 是否不要選用水銀 盡量要求牙醫不要用水銀 當然如果你在歐洲的國家 他們已經禁止了 好像拿威 有些北歐國家 已經禁止用水銀 我知道在美國的加州 牙醫診所都有一張告示 水銀可能會有劇毒 我要通知你先 你允許我用水銀 你不要追究了 你不要追究了 說給你聽了 其實這個問題 越來越多人知道 這方面的書籍 英文書一向都有很多 在外健康地預算 一直都有 但中文書已經開始有很多 有位台灣的 一位毒物學博士 他也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書籍 把水銀的資料 他也寫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第六就是飲水不足 我以前某程度上都同樣說過 Dr.Badmangeli 一位伊朗西醫 在倫敦大學畢業的西醫 在他無意之間發現 原來百分之六十七十的人類的病 都是因為飲水不足 再來我會再跟大家 一步步分享這方面 但是現在有些人喝水以為很多 但是他們喝蒸餾水的呢? 其實蒸餾水都不是一個問題 有很多人都覺得 蒸餾水會不會將你的身體 那些金屬會沖走呢? 其實都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千年水都是蒸餾水 乳水都是蒸餾水 但其實水很難會維持一個純的水的狀態 因為你任何接觸任何東西 或者在口裡 你口裡有很多紮紮物 所以蒸餾水 其實你不要當作一種沒有營養的水 因為我們的礦物鹽 就不是靠蒸餾水 不是靠水拿的 所以我們就不應該說 蒸餾水沒有礦物鹽 所以就不是很水 一般的礦物鹽 來源都是我們蔬菜水果 就不是在水那裡 所以你強行 你強行說要由飲水拿 那就不是很合理 就像所謂的礦物鹽 抗泉水也好 其實那些礦物鹽的成分 是不足夠我們身體所需要的 有人問過我 蒸餾水是否屬於酸性 在研格來說 法學上來說 蒸餾水是中性的 對 是中性 是PH7 所以他們很恐懼 喝蒸餾水 是越飲越 令身體變酸 它不會 它本身就不是一種酸性的飲品 是一種中性的飲品 為什麼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怕蒸餾水 因為在外國很多時候 它有些蒸餾水 它是用來給你用在汽車裡面 它就寫明這些水 叫做not potable 即是不適合飲用 其實不是說蒸餾水本身有事 只不過我現在賣的水 是讓你進入氣缸的 發熱器那裡用的水 當然它不會用抗米原的水 因為抗米原的水 有時候會失去管 所以它會用蒸餾水 但它也說明 這種蒸餾水是給汽車用的 不是給人用的 那你就不會喝 所以寫的名字就叫做not potable 即是不適合飲用 所以有些人看到這些字眼 就以為蒸餾水本身是不可以喝的 我明白那個錯誤解的來源 其實喝水是很重要的 蒸餾水是可以的 第七的導致我們的疾病原因 我們食物裡面太過精煉過食物 那精煉過食物 基本上就叫做無營養的食物 即是我們食物很充足 我們今時今日很多人都 即是沒有什麼人說餓的 雖然全世界統計有七個人 有一個人在餓的 但起碼我們香港人 和我們所認識 接觸到的那些社會 其實大家都食物 個性可以這麼說 食物挺便宜的 跟我們一般人的收入來說 食物是屬於很便宜的 但是很可惜 在製造這些廉價的食物過程 他都用了很多精煉的手法 令食物可以保持得久一點 所以不太便宜 所以不太便宜 所以不可以花那麼久 因為蟲也不吃 菌也不吃 養微生物也養不到 我一年來找我做治療 在很遠 大陸內地 買一些橙蘋果給我 他放在這裹皮 他都不爛 是呀不爛的 他乾水 你看到有少許炒 沒有毛的 不爛的 是呀 我有些其實還是很爽的 整個月都很爽的 但這樣很違反的 是呀 所以我覺得是有些事情做過 可能基因搞過 搞到它是不容易 所以食物是充足了 但是呢 在這個令到食物的製造過程 製造一些便宜的食物過程 我們是用一種精煉的手法 下了很多手腳 下了很多手腳 是呀 其實是做些什麼 將有營養的抗物鹽 烤素 維他命 將它剝走 還有可能很多防腐劑 連這些水果都 是呀 防腐劑是屬於第九個原因 我分開去亂講 那第八個就是精煉食物 就是精煉食物 簡單來說是沒有營養的食物 沒有營養的食物 是導致我們病人的原因 好了 那第八個呢 就是水裏面的 氟和氯氣 OK 那這兩種呢 都是一種致癌的物質 我們氯氣是我們在什麼地方用呢 是第一次世界大致 是一種殺人的武器 是 射一些氯氣彈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原來 我經常都重複講這件事 但是原來很多人不知道 是呀 很多人沒有這個常識 因為我們的通識教育 將來通識教育 會不會搞這件事 我覺得不會 他們會繼續說 綠是在殺菌幫助我們身體 是呀 大部分人知道 原來曾經錄同佛的經典故事 是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沒錯 就是很可惜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 會聽網台 不聽主流傳媒的資料 因為大家很多人都明白 你想真知卓健 真正的資料 就是一般主流的網台 主流的電台 電視台 是不會告訴你 越來越多人明白這個 簡單的道理 很簡單的道理 一般的大傳媒是一種廣告的工具 最主要目的是賣廣告 不是說說真相給你 因為現在明白這個道理人 應該越來越多 幸好我們的科技救我們 一個互聯網 這個資訊的發達科技 其實某程度上是解救人類的工具 即是我們有一個資訊的平台 即是我們不會這麼吃虧 因為過去已經吃虧 就是這樣 他知道你不知道 他有些對你不理的資料 他不告訴你 你又不知道之後 那就吃虧了 但我們現在的所謂資訊的平台 是將我們可以叫做Equalizer 平衡了 公平化了 很多資訊起碼可以公平化 那麼當然 我們仍然很多人需要 是善用這個的網上的資訊 那麼所以很多老人家 教老人家用上網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他們起碼可以脫離 即是脫離一般的傳媒的 控制他們的資訊那方面 好了 食水裡面的陸氣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毒藥 第二就是固 那固是為什麼會用下去的呢 我相信你也聽過一下 知道 廢料 是一個製鋁廠的廢料 你知道了 在外國的環保的條例很嚴厲 如果你的工廠製造的廢料是有毒的 那你就要負責把它好好的處理 你不能這樣扔進海裡 他現在就處理了它 所以他就被他想了一條很好的辦法 那他發現 曾經有些所謂觀察到的現象 那有些地方如果是固不夠 水固不夠的食物裡面固不夠 那有些人的蛛牙的情況 似乎會多些 那於是他就找科學家做了一些這樣的科研 那發現如果我們把我們那個食物裡面 或者水裡面有些固加了下去 某個年齡的蛛牙會減少 但當然了 這個只不過是很片面的治療 整個來說 其實固是不可以過多的 很多固一多會導致牙 我們叫做fluorosis 即牙直接崩 那些白狼質全會穿洞 那這個都是因為固過多引起的 那所以呢 那固本身也是摘牙物質 是老化我們的 那這方面的治療很多 那導致很多西方國家 就已經禁止用氯氣 和固水裡面不准加固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雖然用很多那些叫做雷水氣 但原來要淚那個氯氣的淚水氣 其實是科技上挺困難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你會發現那些淚水氣 可以淚到其他的 氯氣很容易的 氯氣容易的 氯氣很容易的 那又是一個比較上一個 可以怎樣說呢 氯氣比較上是活力一點 那Florida也是的 但因為它是一個很活躍的元素 那所以呢 它結合了之後 是很難拔得出來的 即是黏在那裡 它黏在那裡 即是你很難化解它 來拔出來 那所以呢 是氯這個問題 那所以唯一的辦法 要減水氯呢 就叫政府呢 要禁止政府 是加進我們的水那裡 但歐洲已經有國家禁了 很多國家禁了 很多國家禁了 氯氣也是 游水池也是 很多都禁了 香港的牙醫都還是那個口徑 就是跟市民說 有筆是防止蛀牙 還有牙膏 是啊 Koge 點好點好 很好啊 那其實也是中了招 即是很不自覺之下中招 很可惜 我經常都說 我經常說一本很好的書 就是蘋果魔鬼的經濟 那它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資訊不對稱 是導致我們人的出現問題 或者吃虧的原因 最慘 資訊不對稱 叫做Information Asymmetry 即是說它知道你不知道 那它就利用你不知道來騙你 最慘 我發覺連那個牙醫都真的不知道 是啊 是啊 即是那個牙醫是騙我 我沒什麼所謂 是啊 但有些朋友 譬如是牙醫生所做護士 或者他真的問過牙醫 他真的不知道 他以為真的保健 是啊 是啊 我相信很多醫生叫你打針 這些都是 他們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這個問題 我會很快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 大量分享這方面的資料 是啊 很多時候 結果很多其他反對打針的人 很多都是醫生來的 那為什麼他們會是 就是加入這個反對疫苗注射的陣容呢 因為當他自己小孩中了招 每個都是 Rimland 一個很出名的博士 那為什麼他在80年代 他就提出很多解釋疫苗的問題 那為什麼他會有興趣 因為他自己有小孩中了招 有自閉症 所以我看到所有的西醫 站出來肯反對疫苗 全部都是因為自己有小孩中了招 那他就開始研究 是不是 你不中招你不研究 你受了害之後 這個研究 就發現很多這方面的真相 那開始他很大聲 他已經把這個問題 希望少些人 有人關注 希望少些人中招 是不是 自己的小孩已經失敗了 很可憐的 我繼續 很快就會把這個訊息和大家分享 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好了 最後那個致病的原因 就是食物和環境裡面的化學物質 譬如煞蟲劑 除草劑 很多這些化學物質 一般人 如果你問那些人的病因 他通常會想到什麼呢 就想到第九點 就是環境污染 食物裡面很多東西 基因食物都會想到 這是排第九 九大原因裡面是排得最低的 最高的那個就是我們消極的意念 這個是我們九種引發疾病的九大原因裡面 是最高的位置 如果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節目 我們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這個的 如果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回來 應該重點說一下 沒錯 怎樣應付這個消極意念 這個是一個最高的致病的原因 我們會怎樣去面對它 怎樣去處理它 OK 好了休息一會 那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阿袁醫生就為我們 細緻的講解一下 其實消極意念是什麼 還有我們日常生活 有消極意念是在所難免的 那我們怎樣應付呢 是不是就是說 莫視一切的消極意念 稍後阿袁醫生回來 就會詳細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綠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回來第二節 楊醫生你剛剛先 是不是會跟我們講解一下 對我們健康最大威脅的消極意念呢 因為似乎消極意念這個字體 很廣泛 很多時候我們都有負面情緒 指的是什麼呢 其實呢 大家可能都聽過了 壓力壓力 是不是 其實有一種講法 病的主要成因 其實用一個字就是壓力 就講完了 壓力當然會講消極意念 壓力也可以講化學的壓力 是不是 就是身理或者化學上的壓力 很多的水銀 都可以用壓力 有一種講法 其實不是九種原因 只有一種原因 就是壓力 就是病由心生 病由心生 好了 大家都知道 我們做人一定會有壓力 其實壓力是什麼意思呢 壓力就是說 是我們環境給我們的刺激 我們要做出來的適應 其實是壓力的 我們一個人在生活裡面 一定會有壓力 唯一一種人是不會有壓力 就是死人 死人就不會有壓力 這個是幾十年前 在加拿大行醫的時候 我有一個病人是農夫來的 他是他告訴我 他很有智慧 我們就聽到 很厲害 很有智慧 沒有壓力 死了就沒有壓力 就是說 你做人一定會有壓力 但是 原來我們很多身體上的 所謂老化衰老 導致那些多方面的病 其實那個來源 其實是壓力 其實是壓力 壓力的意思是 壓力有好壓力 我叫做U-Stress 有不好壓力叫Destress 我身體需要好壓力 譬如有時候你做事 譬如有些運動員 是一個競技的場所 在壓力之下 他會做得最好的表現 有時候你知道 那些人做功課 不到結束 之前他做不到好事 很多時候在壓力之下 他做得好事 所以其實壓力是無可避免 第一件事 是無可避免 但是壓力是否影響你的健康 能否令你早死呢 分別就是你懂不懂得處理 好了 很多時候有些人 死多了是病死 很多種的病 跟壓力有關的病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是跟壓力有關的病 這個在科學上已經證實了 在我們的心理 在我們的神經系統 我們內分泌系統 所謂我們的心理 physiological的機制 已經知道了 壓力會導致腎上線素出現問題 壓力會影響我們甲上線的問題 壓力會影響我們腦下垂體的問題 其實跟著就令到我們的臨巴線萎縮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了 在壓力之下 我們的心理的壓力之下 我們有身體有什麼的 心理上的反應 導致疾病發生 知道都清清楚楚 好了 給你一些例子 什麼病會跟壓力有關呢 當然是疲累 fatigue 消化不良 感染 什麼病都有他的份 敏感 即是敏陣 Irrritable 肚瀉 濕疹 頭痛 便秘 牛皮痴 肌肉緊張 胃股羊 pactic ulcer 敏感 頸背痛 腸擊 Irrritable bowel 酵喘 血管硬化 胃口 沒有了胃口 營養不足 營養不足 高血壓 腌食症 經前症候群 糖尿病 體重的改變 個高個瘦 性方面的毛病 關節炎 失眠 心理上的毛病 癌症 和情緒低落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們身體 沒有一種病 是不和我們隔離有關的 所以很多人說 其實有些人會老化 老化之後 會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病徵出現 其實老不老化 那個背後 即是你長不長受 背後是看你處理壓力的問題 心態 是 很清晰 很清晰 剛才我聽到你說過高過瘦 過瘦我都明白 過高都關事 過肥 過肥 過肥過瘦 就是會狂食 很多人情緒不開心的時候 用飲食的方法 滿足自己情緒上的需要 即是要吃過瘦 要不就不吃 要不就不吃 自我形象 覺得自己整天都自己 好像過過肥 其實很普遍 很普遍 很普遍 這個全部都是我們 跟我們所謂的壓力有關 大家都可能 很多年之前 有一位很出名的醫生 叫做Hans Salier Hans Salier 他是Montreau大學的一位教授 他花了40年的時間 是研究壓力的 在實驗室裡面研究壓力的 他的著作是非常之多 很厲害 非常之多 他可以說 他有成差不多 有成28本書出了 有1400個醫學文獻 是那些技術的醫學文獻 所以說Hans Salier 是他一個最出名的 當然了 過去也有很多人研究壓力的 和健康影響 但這位教授 是Montreau大學的教授 可以說他用了40年的時間 在實驗室裡面 是多分美研究壓力的 所以他有一個很出名的理念 他就叫做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叫做GAS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我有一種叫做 一般適應的綜合症 一般適應的綜合症 我們一般的人 在壓力之下 就會有一般的反應 有三個階段的反應 第一階段是Alarm Alarm Reaction 一種警覺的 警戚的反應 當時我們的身體 當然是第一次接觸這些壓力 身體又產生很多方面的變化 同時我們抵消的能力 慢慢地會減低 如果我們的壓力感 是繼續很堅強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會死 這個叫做 第一階段 叫做 Alarm Reaction 譬如可能 溫度是嚴重的灼傷 燒傷 可能溫度的極高 或者極低 身體是適應不到的時候 在這個階段 有人都會死 好了 但如果你是存活了過去的 這個壓力 是未能夠令你致死 你身體就進入另一個階段 就是抵抗的階段 叫Stage of Resistance 你去抵抗 如果繼續暴露這些壓力 我們身體就會作出一種相應的 抵受的適應的能力 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第一階段 警惕的反應 慢慢地會消失 而我們身體的抵押的能力 慢慢地會提升到 高於一般的水平 好了 到最後 如果你繼續持續的壓力下去之下 我們身體進入第三個階段 就是Stage of Exhaustion 可以這樣 全部是崩潰的 疲勞的 崩潰了 在長期壓力之下 我們身體 就開始去適應它 但到我們適應的能量 都被它消耗了之後 那我們的身體第一個階段 的Alarm reaction 就會重新出現 即是它們很可能 是不可以扭轉的 而那人就會死亡 那這個是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是Han Serrier 代表性的研究成就 Han Serrier 當時用很多動物的研究 他用老鼠的研究 他可以證實給你看 我可以在實驗室裡 是用壓力令到動物死在壓力之下 嗯 其中他當時用很多動物 用老鼠 通常他就是這樣的 首先在老鼠那裡加壓 加得很強烈 然後教他如何減壓 即是有方法逃避 這個壓力的 好了 接著呢 就 懲罰他了 即是如果我先教了你 有壓力之下 你要去按一下 按一下按鈕 按一下按鈕 譬如可能在電動你的 按一下按鈕 按一下按鈕就不會電你的了 嗯 好了 教了你之後 老鼠便可以適應 是的 接著下次來講 再按一下按鈕 電動得更厲害 即是說 他學了那些東西 就完全廢了他 那這個呢 對老鼠來說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很嚴重的壓力 是 他猜不到 是的 很多時候 我們這些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有 胃潰瘍 結腸炎 心臟病 或者 我們的蛋護唇 會提升 好了 在這種 不斷的壓力的刺激之下 老鼠很快發現 他身體那些 淋巴結 淋巴線 就是免疫的那些腺體 是全部萎縮了 嗯 那就是說 他那個身體抗病的能力 是全部 在壓力之下 是可以幫他毀滅他 當然了 他挺害怕 原本學了那樣東西 是 即是有辦法減 減除痛苦 是的 被災難的工具 是的 怎知越按越 越按越不多 又不行了 是的 他就變了 他很徬徨的 最後 他就用老鼠 是很殘忍的了 解剖了之後 發現 他那個 臨巴線 空線 fimus gland 全部一直縮小 一直縮小 代表他 即是他適應 那個壓力的能力 就是越來越弱了 即是他沒有了這方面的能力 嗯 好了 大家可能 如果有看過這方面的資料的人 都會明白 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Holmes Rahe Holmes Rahe H-O-L-M-E-S Rahe R-A-H-E Scale of Stress Rating 即是 到底什麼 我們生活上有什麼壓力呢 比較嚴重 壓力值 價值 到底會多高呢 那大家可能有興趣 都可以 和大家做這樣的練習 大家要拿紙筆 紙筆練習 記住我現在所說的壓力 是最近的24個月 不要太久 是最近的24個月 會發生在你身上的 好了 有一個數值 大家記住 計算一下 第一個 就是那個 spouse的死亡 就是一個 比如老公老婆的過身 這個是最高的 差不多一百分 OK 第二高呢 第二高呢 就是離婚 離婚 是七十三分 第三高呢 就是分居 六十五分 第四呢 就是坐牢 六十三分 坐牢 是的 第五呢 就是那個 家裡的親人死亡 即是很close的人 就不是老公老婆 但是親屬死亡 六十三分 接著呢 第六呢 就是那個 意外 或者疾病 五十三分 第七呢 就是婚姻的壓力 婚姻有問題 五十分 嗯 接著呢 就是被人隔了職 失了職 被人炒了魷 四十十分 嗯 接著呢 就是 婚姻的回 即是復合 即是可能分了手 接著呢 又好回來 嗯 在過程裡面 真的有壓力 四十五分 哦 復合也有壓力 是的 即是又適合 大家也適合 已經分了手了 又復合 又走路 接著呢 就是 退休 四十五分 嗯 嗯 那 家庭成員 健康出現 改變 即是有問題 四十四分 懷孕 四十分 性方面的出現 故障 三十九分 嗯 家裡有初生的嬰兒 或者有new member 包括你去adopt 都算進去 總之有新的家庭成員 進來 你可能就算是去收養 也是的了 接著呢 就是工作上的要有些適應 即是有改變 business adjustment 三十九分 剛才那個呢 家庭有新成員 家庭都是39分 嗯 接著呢 就經濟上的狀況改變 三十八分 接著呢 親朋友 一個相熟的親的朋友 愛好朋友 死亡 三十七分 接著呢 就工作呢 改變工作的性質 是工作性質 都改變了 30分 壓力指值呢 就是三十六分 好了 那 平時的 兩夫妻的曹炒呢 的次數改變 改變次數 就是可能以前 改變 整天都改 整天都拗了 都習慣了 那突然之間又不拗了 減少了 或者呢 突然之間增加了 就是那個 爭吵的 兩夫妻的爭吵的次數 改變了 三十五分 接著呢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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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揭 即房屋的按揭 是高過一年的 薪金 嗯 譬如你的一年的薪水 可能當你是一百萬 那如果你的房屋的按揭 是多過一百萬 那 31分 31分的壓力指標 OK 那 還有呢 就那個 按揭呢 被人收回 即是給不到錢 被人收樓 那 30分 好了 那 接著呢 工作上的責任呢 改變了 即是你可能要負責這些東西 突然之間就改了你 嗯 有或者沒有 29分 嗯 子女 離開家庭 29分 OK 和那個 親家裏面 有些爭拗 哈哈 29分 嗯 嗯 個人的成就 特別的成就 嗯 即不是普通通 很特別的成就 都是一個壓力 嗯 29分 28分 啊 家庭的 啊 老公或者老婆呢 是停止或者開始工作 即是本來可能做不用工作的 這樣突然之間要工作 或者本來呢 有工作的突然之間沒有工作 26分 學校開課或者畢業 即是不用讀書了 這樣就是完成了 一個轉變 也是一個轉變 26分 家庭的居住環境改變 25分 可能住大屋 半小屋 小屋變大屋 可能一間大屋變大屋 或者區域變了 好了 還有呢 自己個人的習慣改變 嗯 24分 啊 和上司出現問題 23分 工作的時間 或者工作的環境 那個條件改變 20分 嗯 搬屋 20分 轉學校 20分 平時的娛樂 社交 我叫做 消閒的活動改變 19分 在教會裡面的活動改變 19分 很多 社交的活動改變 18分 嗯 嗯 嗯 OK 按揭 那個數值呢 是少過一元的淨收入 少一點 那就十七分 我剛才說 多過一元的收入 是三十一分 嗯 就是減很多 就是不要太多債 債多就壓力大 嗯 好了 睡眠的習慣改了 十六分 家庭的聚合的時間 次數改了 例如以前可能每個星期一定 然後可能就沒有了 少了 或者多了 突然間慢慢都要見 那就十五分壓力 OK 飲食習慣改變 十五分 旅行 旅行 都是有壓力 因為改變了 你睡覺 一早有遲 香港的狗仔隊 狗仔隊的壓力很大壓力 鴨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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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 張床又不習慣 都是壓力 但一般人不是說去旅行是減壓的嗎 反而不是 是有壓力 十三分 我也沒想到 好了 即日 例如聖誕節 很多很多節日 中國人可能是新年 現在香港人的生意都走路 都不在家裡招呼親友 也是有壓力 還有犯罪 即是小步 可能不小心 忘記帶安全帶 被人抽上去 像我姐姐那樣 在小巴那裡忘記帶安全帶 被人罰了320元 這是很少的 或者你可能在郊野公園 去踩單車 是不應該踩的 又被人罰款 這是很少的壓力 好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 就剛才我所說 是幾六個下來 那你就可以加一加 加一加 萬一你未做一次 就再聽一聽 可以做到 好了 如果你的總分 是高於300分的話 那你在你的健康 會有嚴重的改變 在未來醫院裡面 有嚴重改變 有80%的機會 你健康上會出現問題 如果你的總分是少於150分 如果你的總分是少於150分 那你的健康在未來醫院的健康改變 有30%的機會 如果你的總分是少於150分的話 就有一半的機會 50%的機會 即是高於300分 有80% 150到300分 有一半的機會 低於150分 有30%的機會 30%的機會 即是在未來醫院裡面 你健康上會會有改變 即是會有些問題出現 150分我看回很平常 即如果我看回你的內容 是很容易150分 譬如經濟壓力 香港大部份都有 你都38例 是嗎 那他說經濟壓力 是說mortgage大不大 那你按揭人人 幾乎很多都有份 香港的 他是這樣的 如果你這樣看 他這個scale 就是你過去那24個月 譬如你最近 拿到一個mortgage 也很可能 譬如你10型的mortgage 已經習慣了 可能你人工已經增加了 可能都不是一個 但大部份人 我想是經常都感覺 經常有經濟壓力 是啊 少少的 當你17分那裏 即是借多錢 嗯 婚姻咬嚼 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 是啊 是啊 香港大部份很多 你想想 分居更加普遍 數據很久了 是啊 婚姻註冊處 每天註冊的人 已經有三分一是重婚 重婚 你記得 離婚一定多於三分一 是啊 你說多普遍 我看到性失調 香港人是很普遍的 39 這樣又 85分 所以我粗略看 你說得非常好 這個是我們很久之前 改工作崗位也是常常會有的 沒錯 這個很明顯 這個Holmes Rahe的Scale 這個很久了 這個是classic來的 嗯 做了這個Scale 但是你知道 這個應該是1967年 是啊 1967年 現在是2012年 壓力大很多 現在的人認為 是的 很多東西他們都 更加比以前看不開 哈哈 好了 嗯 這個1967年的Scale 很明顯 你曾經都指出 哇 不是 很多人應該都病了 是吧 但是也很多人都不會病的 嗯 好了 為什麼呢 他們發現 有百分之二十個人 就算在一個很高壓力的分數之下 都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一種 另外一種的抵消壓力的能力 機制 嗯 這個呢 這位作者呢 是Dr. Peter G. Handsome 是多倫多的醫生來的 一個西醫來的 他寫很多很多書 其中一本書呢 叫做Joy of Stress 那這個呢 差不多是流行榜裡面有名的 那這個是很久之前 我手上這些資料 都是我很多年前 我已經有的了 那這個是1985年 Dr. Peter Handsome 就寫多這本書 那他有很多其他 有五六本他寫的書 都是跟那個壓力有關的 那這位醫生呢 他工作呢 他就是專門 就是到處講學 教的人是怎樣去解鴨 那所以在他最後呢 他就成立了另外一個scale 那他叫做Handsome Scale of Stress Resistance 那他就解釋給你聽 有些什麼的情況呢 是叫做弱點來的 有些什麼情況呢 是一個好的方面 會幫助你的 那我們呢 我想可能今集 我們今集就未必有足夠的時間 那我會和你呢 下一次呢 我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我略略都講一講 分數我不講了 譬如有些什麼會幫助你呢 抵受壓力呢 那第一呢 就是那個遺傳基因好 第二呢 就是自己有幽默感 那第三呢 就是飲食習慣對 第四呢 就是有很多的適當的運動 那第五呢 就是自己的人生的目標呢 就是很合理 不要亂龍 那第六呢 就明白壓力 懂得處理 那第七呢 就懂得很多些 就是可以處理壓力的 放鬆的那些 那些技能 減壓的技能 還有呢 就是睡得很好 懂得怎麼睡 那第八呢 就是做什麼呢 做足準備 就是做人的 做什麼都好 他都是做好準備 就是不會給自己壓力 那第九呢 就是經濟上呢 是充足啦 那第十呢 就是一個很安息的 一個很穩定的家庭的環境 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抵受壓力的 那些要素 要點啦 那下一集呢 我們就再和大家 是繼續分享 幫助大家去了解 其實呢 大家有什麼可以做呢 可以抵消壓力呢 就像我剛才講過 其實我們很多人的病 老化早死呢 其實那個真正的原因呢 都是壓力關係 我們處理壓力不好 我自己爸爸 可能大家都可能都 我都有提及過 我爸爸媽媽很長瘦的 是啊 我爸爸活到差不多一百歲 是啊 那他是無疾而終的 在家裡那裡 吃飯了 起床 走到洗手間坐下 我記得我還問你 是否傷心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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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記得我爸爸 什麼餅都沒有 還有他的性格 是很溫 很溫純 一個叫做很好的先生 所以我記得有一次他跌身 我還想著他關節有問題 我照X光呢 是圓滑到和一般的年輕人 一點都沒有 他完全是沒有任何的質疑 是啊 你記不記得我還問你 他這麼健康 這麼一把年 我問你 你有沒有教他吃生 其實他的飲食習慣 他不是一種 他已經吃了很多十年 都想到有50年吃煙的經歷 但是最後都戒了 他飲食方面 他又不是說很戒口 也沒有 我問你 是否吃素食蚵蚵 完全沒有這些 一般人的中國人的老人家吃東西 是啊 當然他牙齒沒有牙齒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要避免吃 吃少一點 其實他最重要 他的心情 心和 心平氣靜 他一生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情緒方面的壓力 他只是少到沒有什麼 我這個可以想到 我媽媽也是 都是96歲 都是無疾而送 在家裡 逛了山 回來家裡睡一睡 不醒 他也是 我覺得 我看回他們 他們一生的經歷 其實他們不是很容易的 他們的生活 小時候 我們做了一代哥哥 都是窮的 很克苦 做兩份工 這些 其實那些不是一個壓力 那些是一個好的壓力 叫做Ustress 不好壓力 叫做Destress 我看到我自己父母 都是一個 活到很老 沒有病 沒有病 很明顯 所以我感覺 他們一生裡面 都是沒有什麼很大的波浪 壓力之下 過他們的一生 所以想身體好 不是只是飲和吃這麼簡單 又不是做運動 為何我還病 是 消極二年 是 好了 時間夠了 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想原醫生剛才交代過 我們要在下一集再詳細講解 如果各位聽眾有什麼提議 或者要發表的 可以去到我們原網台的討論區留言 或者海岸的朋友 有問題要向原醫生提問 或者其他聽眾有些很複雜的身體問題 想問原醫生給一些意見 可以直接發電郵去給原醫生 原醫生的電郵地址是 dr.yuan at source wadio.com 亦可以打電話去到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預約原醫生會診 大康的電話是2577-3798 今集來到這裡 又要跟各位聽眾說聲再見 拜拜